嗨,午安 那今天呢,要來幫我的 植物以及盆栽 這個是緊端曼綠龍 那之前呢,我放在 18樓的陽台 那風都把我的葉子都吹破了 然後也吹走了 它吹破時我頭也很痛 所以我就趕他把他移在公司 那打算等他有新葉的時候 幫他移開 那剛好,可以看到 他頂牙的新葉又出來了 那我們就來幫他移常心噴 因為他已經 頂牙,都頂到邊邊去了 那這樣來講,就有愛他的生長了 那我們就幫他移一個常心噴 好,GO 這邊來介紹我手邊使用的戒指 那左下這一個呢,是凝探圖 這地方是拿來主要的戒指之一 那左上來講的話就是有 多肉戒指跟絲芋圖 那右上這邊來講就是 最底部的拔拔鍊石 那右下來講就是大塊的鹽鮮塊 那主要有這幾個組成來講 是可以讓他比較排水、疏水 那比例呢,就是看你有沒有想常常澆水 如果說你是很喜歡澆水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排水戒指多一點 那如果說你是屬於跟我一樣 可能養後面有點懶了 大概一兩禮拜交一次吃的話 那你就 吐可以選擇多一點 因為他的保水性就會比較好 那當然是取決於說你的環境通不通風 如果說你環境通風來講的話 你吐就可以多一點 當然相對如果說你是室內養種植 通風效果比較不好 那我會建議你們排水的戒指就使用多一點 好,我們來把它藍藍揍緊握吧 來,加入這個階段就有點像是魔法師在調藥水的感覺 像我現在的比例啊 就會屬於比較排水好一點的 因為像這類的官葉植物啊 全乾的時候再去做交錯的動作 不然來講啊 其實你很容易啊 就爛根了 好,我們就拿去外面用吧 好,我們就拿去外面用吧 不然到時候我的地方全部都是土了 我們 我們先把舊的盆栽 先把它慢慢的移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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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這裡還有一個小的頂牙 要慢慢長出來 所以我們這時候趕快把它移盆 因為頸段它是屬於往前一直長的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移在 我們這次只有移長型盆 它移路向長過去會比較順 那可以看到它的方向 已經可以確定是往這邊長過去了 那我們這邊就給它稍微 我會以這樣去種過去 它移路這樣長過去 就比較方便 好啦 我們現在就開始慢慢把土 就補上去了 了解 好啦 那我們土就補得差不多了 那等會兒先讓它一次焦透一下 我們土都補好之後 我會習慣這時候做第一次焦透 順便讓土壓實一點 好啦 那我們椅盆就這樣結束了 而且還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現在椅好盆呢 希望它可以順順利利的成長 希望不要到破業了 應該不會啦 要移到一樓去了 期待它日後表現了 然後順便這邊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景段如果說椅長盆的好處 就是它會往前面這樣一直長 那你就可以怎樣你知道嗎 椅花長出來可以切頂的 這樣切 它會繼續往前長 所以蠻方便一點在這裡的 那這邊也是跟前輩學來的 那還蠻不錯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我們今天椅盆就到這裡結束囉 那各位掰掰